六一泰就是小姨姨又一次開始了內關 因為這陣子的內關實在是不多 因為就是逃離都是一直在六一泰在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六一泰作為一個往外跑了三千多公里的人 這個人可以是一個我們現在不界定他 好那我這陣子就是六一泰小姨姨的界定是我是一個queer 這是LGBTQ的Q 然後大部分人會把六一泰認為是金星老師都會問說 你做手術了沒有 然後他是蠢真的 那我拒絕因為在早前我經常會說我是twins 然後食慾就是滿滿的食慾會讓自己就是有一些幸福感 當然就很多啊比如在食慾裡面還有性慾啊酒精成癮啊 還有比如說像運動啊還有哪比如像藥物成癮症狀啊 那比如還有像戀愛齁 OK 那我現在就是在走在一種愛情的朝聖的路上 就是我現在在類冠就是說六一泰其實越來越像一個人格退化到就是延遲狀態的小姨子齁 就是六歲的女童啊 他說的專家是兒童心理學的王院長好的 那這次的類觀主要是在解說為什麼小一從姊姊家的 就是Sister Holder 姊妹的家人的溫暖裡面 從香格里拉又要開始啟程 開始一段300多公里大概是5個小時的路程 然後這段路程其實是很孤單 你看我就一個人其實車上其實吃的是Nana 小姊妹給我的一米棒 那天她沒吃完我想就順便帶走 所以這段時間六宜泰經過好多百度人貴人的點解 比如說之前是小語姐 然後小語姐之後是小小黃 然後小小黃之後又遇到了小黃 然後小黃跟小小黃兩個人之間 他們很nice 就是有一段很ok的 就是他們先已經到大理了 然後追隨其後 然後我想表達一句就是說小小黃在擔心我 就是一個人很孤單 陷入獄的時候 他又把小李 也就是後面的快快 其實後面就是最後就把它就是定義為Nana 就是Nana 其實她多半是我的鬥友 是我見了第一位練機的鬥友 ok 那Nana在過去的24小時就一直陪著我 然後所以 嘿回來了 所以我有兩條人際脈絡 這一條是小語姐給我介紹她兩位姐妹 小江小白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小小黃給我介紹 就是給我留下的就是百度人 就是Nana 那我在昨天晚上 其實在那個木子 對木子酒 酒吧的時候 小酒館的時候 就 跟小江小白還有Nana 也就是我的在之前的人際脈絡 就是說小語姐跟小小黃給我就是百度人留下的這些人際脈絡 重新的進行了一個溝通 那我覺得這些溝通都挺有用的 ok 所以在這些關係的離別之後 我也就如大家所見的就是 我就義無反顧的就開始的新的就是生命的之旅 那其實所有人包括 社會的他者都認為說 欸 依依跟那個 那個誰 跟那個 對啊 依依跟小語姐 表白了 其實並沒有 我只是把我要做躍影這個事情 跟 HH哥大哥 還有就是姐姐 就是有 爆 道破了說我 想去介入小語姐這一段關係 然後 然後 中間發生了很多事情 但是這裡面的貴人之一就是小小黃 還有這一小小黃之後的脈絡 就是說 Nana 因為小小黃之一讓我就是 決定說 嗯 下定結晴我要去介入小語姐的這一段情感的創傷嘛 然後 之後的Nana又讓我一虎緩顧的臨時起役 就覺得說我是一個就是觀察者 或者一個自己情感創傷的治療師 所以我就是要推開 就是離開 就是離開這一段就是多邊關係 我不想參與這些東西了 就是因為 在小一的情感治療師的 創傷治療師的這個臨床的脈絡裡面 我會遇到好多好多的這樣的案子 所以其實不切這樣以為 她並不是小一的生命的前部 但這或許是在 二十歲到三歲之間小一姐的女性獨立生命 跟個體中的生命的前部 那我是怎麼聽Nana姐說的 就是說 Nana小姐說就是 這或許只是我自己的臨想 或者小一姐告訴我說 我有一些 不切實際的想法 或者猜測的想法 我都全 我都全然接受 因為她可能有更好的面向 確實也是 OK我尊重這一點 那就讓她切把對不對 OK 所以我就開始了300公里的狂奔 那大家所見就是 我很喜歡這種在隧道裡面的感覺 這猶如我的人生 就是在進入一段黑暗 就看到前面的黎明 那當我重新穿透黑暗的時候 其實我可能又是開始 重新一段自己的生命歷程 那關於這些生命歷程 可能有很多種可能 所以 對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這種大自然就是 這裡海拔應該是2000或3000米的高度 但是我是從沿海 林海拔地區 廈門港或前走港過來的 那當這些山的 就是自然的景觀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 麗江 就是我又回到了香格里 這是算麗江的一個 就是 因為我最早是從樹河古城 麗江過來的 所以在這段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說 在這種高山的區域裡面 小一 一方面沉住一 就是重新去探索生命的價值 那當大家都認為小一是一個渣 或者說一種就是 兔子只吃歐邊草 就是 或者說就是老是挖人家牆角 或者說有一些 癞蛤蟆想吃天鵝肉 或者說什麼 吃著玩著 玩裡面 看著鍋裡面 我anyway不管怎麼樣 總是因為有很多種可能 我覺得 那唯獨當小一自身於大自然的景觀 比如像山神 像這種大山的 曼湖墓地的 就是無人的角落 就是當我在 現代的就是這種 就是 快捷客運 以120公里的時速 再往前狂奔的時候 那小一就會開始會重新思考說 欸 小一到底就是人家認為的 不確實是自己的想法嗎 意想嗎 然後有說是妄想嗎 或者說就是一種就是 呃 就是 老是想去 就是吃老牛吃嫩潮嗎 可是小一還是認同說 首先我是一個六歲的女童欸 第二個就是我是一個 呃 新人類 我是一個queer 性別流動的群體 但我確實是女生 那我又是喜歡女生 我是lesbane 就是一個女童蕾斯的群體 那不管外界怎麼樣 但是小一總是會不斷的 去堅定自己的想法 就是孤單的像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了 我很喜歡 就是或者說我一直 呃 流連於這一段的就是 李玄的Vlog 是因為小一的人生的生命 因應過程 就是說這命運的發展 其實有點像這段旅程一樣 很孤單 路上你看不到同行者 然後路上也不會有過多的這種 就是 引導或者說 環滑或者說吵雜的城市 沒有 它就是人跟自然的連接 所以這大概是小一想說明 就是說 在自然生態 女性主義的過程中 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 但是人在自然裡面 那必然說你一直要 keep on running 就是要一直不斷的往前走 所以 要不然一當你停下來之後 你就會 放棄了 抵達下一個 終點的機會 然後這就是小一想氣產生的過程 那在過程中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美好的風景 比如像剛剛看到前面的 有山有水的平岩 跟城鎮 那我想說這裡都不是問題 就是 在這些流連亂緩的 就是生命過客的 就是 節點 或者說是 站點裡面 它並不一定就是你的生命的前部 所以也不一定會讓你留下來 雖然它的風景真的很美 就大家所見 我真的很想留下來 就看看說 哇這麼好的風景 太愛死雲南了 也許從這一刻之後 小一在雲南的相隔裡 或者說再往前往未知的大理 或者說在更多的其他地方的時候 小一可能再也回不去的 回不了自己的前週的祖籍的老家 或者回不了 沙門港這樣的一個現代化的城市 OK 那過程中 就像大家看到的小一也是在不斷的變化 就是最近的小一又開始回復到說 比較常話題就是中性的風格 但是我覺得這一切就是因人而異吧 在那個環境的場合裡面 因為可能 接觸的小一姐小小黃 或者像娜娜之後 小一就覺得說 自己更會有這種獨立的意識 就是除了你強調女性之外 自己會更多強調說 我也是一個獨立的人 小一也是獨立的人 所以就會有一個社會處性 OK 所以大家看到說 在不斷的往前過程中 就是 好 小一就很喜歡這種自然的環境 就是在一片綠色的 就是咬無人淹 就是無人區的這種的角度裡面 那一直在探索生命的意義 一直不停下來往前走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自然裡面 就是才不會有人類的貪婪 自然裡面總是充滿了包容 就是大自然對人類總是縱容的 總是很有溫柔跟善良的變相 所以小一就是很喜歡 在這種就是大自然的環境中去穿行 所以為什麼小一會放棄廈門港的環華 然後又放棄了前桌千年古港的 以及西街的老街 然後一路飛到那個南陵 然後最後小一又一直的往前 keep on running到了麗江 可是麗江也並不是歸宿 然後小一一直繼續的往前走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一直在追行這種自然的 就是大自然的這種追行嘛 就是看看說 能跟自然的交集 可能會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跟事物嘛 所以這次這一期的VROAD小一 就是有兩種面向 就是在追求生命的價值 所以為什麼要追求生命的價值 就是因為小一在depression抑症的過程中 人格主體的生命價值不斷的喪失嘛 所以在香格里拉裡面小一 在不斷的給姊姊做廚娘 或者說在試圖給小一姐做一個 就是生命的導師 或者叫做一個情感創傷的治療師 試圖去拉扯或者說推 或者說叫做 就是介入改變小一姐的生命脈絡嘛 但這一切我覺得好像都沒有意義 當離開的時候小一重新會思考說 哦原來 原來這一切並不是像外界所說的小一 是異想妄想或者說不切實際 或者說想老牛村嫩潮 或者說是為了就是 呃自己的情感知識的訴求 或者說為了只是想說 呃佔有對方或者說怎麼樣 你以為我覺得真不是這樣子 只有當自己在不斷的前行過程中 生命的理徒過程中 小一才會把自己生命的code value 就是核心價值就是完全的呈現出來 原來這一切就是在生態女性主義的追逐過程中 小一是自己發現說 作為一個女性的溫柔 就是陰性的氣質可以容忍說 人跟自然的和平相處 然後人要既有善良的包容的愛心 人要去就是善待自然 那這也許像姐姐說的 就是像藏族區的人們 對他是很崇敬或者說 很有環保意識很去保護自然 他總是會對待善待生命 那我想說這也是我從香哥里拉 跑300多公里先到麗江 然後接著一直又不放棄 又往向未知的大理古城 去往前行探索的一個生命的意義 那這個過程的過程 這現代的過程中 肯定要以現代的城市會有一些連結 以及現代人的文明有一些連結 我覺得這都不是問題 這是一些包容跟開明的文化 但是這依然阻礙不了小一 對於社會文化 就是中國國別化 就是國族文化的熱愛 所以對於藏族區的文化 獨克中古城 雖然他傷了小一很多的心 但小一現在又接著試圖往大裡走 就是他是一種白族的文化 在這個文化的脈絡裡面 然後小一就開始越來越注重到說 原來我一直追尋的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 然後在這個女性主義者其實就是 我們回歸到女性主義者的角度 然後就看見說我們面對的都是女性 所以你既然就要做一個女性主義者 小一肯定要堅持做自己 對不對 因為我是有一個女性靈魂被困在男性的身體裡面 所以我並不要認同社會人對我的變性人的做法 或者說我也不認同說像是要娘或人妖 或者說偽娘的說話 我就是一個queer 那我的就是圖人研究所的就是教授 把她翻譯成酷兒 那也有叫你 不管怎麼樣就是我會自我認同說 我就是queer 一個先生的族群 一個先生次世代的女生角色 一個lesbian 女生愛女生的這樣的一個社會身份 好 但是呢 那在do myself的時候我是希望把我自己還在大自然 生態主義的女性主義的過程中 我們習慣說女性母性跟自然的和諧相處 所以這一切就會拋棄了男性的戰友義跟殺戮 跟就是這種就是各種的批拼 跟博弈 所以我覺得為什麼我離開香格里拉 就是看到那種血淋淋的零和博弈 跟相互的剔除對方 或者說排擠地方 已經缺失了這種愛跟溫柔跟包容 所以當我重新回到這種山的自然景色裡面 看著原始的村落 我就會是想到在社群裡面 村落裡面 人跟人之間和協自然相處 就是世代還原 千百年之間不斷的族群的這個脈絡的 就是還原生息 這就是人類的價值啊 人的本性就是社群性的動物啊 人跟人之間就是要相互的 支援對方啊 人本主義關懷啊 就是呵護對方啊 愛對方啊 包容對方啊 所以這是我行走的意義 就是說當一個地方 不適合依依存在的 小依依存在的時候 小依依可以保持獨立 離開的能力啊 這是其中之一 生態女性主義 那另外一個就是 女性主義在上這些70年代 一直流行的就是 The person is political 就是個人的即政治的 什麼的概念 什麼的意涵 小依依就是說 既然作為一個女生 一個女性 那我們對於身邊的女性 從來都不要放棄 小依依並不認同說 有些女性說的 那種事不關以後 比較冷血的中國內地女性的說法 什麼說 欸跟我沒關係 我不知道 後來說知道了 不說到看到了 不道破 就是不出所介入嘛 所以我一直很感恩 就是很感恩 Nana那時候在走在古城的時候 看到一對 Couple 就是有個女性被男性 強制進行暴力的時候 我我欠Nana說我們走 他們是情侶 不要關我們的 自己的麻煩 可是Nana後面又 回過頭來過去 打開車門 把那女生拉出來 那女生就說了一些什麼 我已經忘記了 這是作為一個00後的Nana 讓我很感動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說 我放棄70後 放棄80後 甚至已經在試著放棄90後 因為我在90後 已經試過太多人了 比如說像小 租宅啊 單先生啊 甚至叫陳瑩瑩小姐 甚至到後面的巴拉巴拉 像小姨小姐姐 什麼之類的 就是一堆00後跟90後之間的邊界 那我發現之後 我更傾向於 就是去介入到90後的這樣 不是介入到00後這樣的 新生群體嘛 那我覺得就是 The person is political 就是個人的激政治的 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說我們不能放棄 任何一個姐妹 當姐妹遇到就是不平等 或者遇到說 生命的獨立發展 受到創傷的時候 或者遇到生命的 裡面脈絡的就是彷徨 或者說就是一種各種的 就是說 孤立無言的時候 那我覺得小姨一定要出所 這就是我作為一個 女性主義者的一個 呃就是我的 Code Value 就是我的核心價值觀嘛 所以到底誰是 Stickholder 核心的利益優關子 我覺得並不是重要 重要的是說 我們沒有Do Myself 做好自己嘛 所以小姨作為一個 情感創傷師 以及作為一個 女性主義者 在這一趟的就是 生命脈絡的 尋找生命價值的 就是前行中 中醫越來越清晰的 找到自己的脈絡說 原來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在中國內地去 用身體實踐的 一個女性主義者 然後我可以說 我就是一個 身體的行為藝術家 藝術者 或者說我是一個 就是 進入田野的 這樣的一個情感創傷師 或者我是一個 在不斷的互克台灣的 互女薪資的這樣的一個 想去就是拉扯 互克出台灣版的 在中國落地的 中國的女友薪資 因為以前想像她 是是 女性薪 不敢叫護女薪資 因為這樣太有 侵犯智慧產經 然後想叫 你性薪資 或者你能薪資 但覺得說這樣也不對 那我乾脆叫做 女友薪資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就是小姨在過期的 大概是半個月裡面 三千多公里的這樣的一個情感暴跡中 經歷了 陳瑩瑩小姐 杭州的依依姐 然後包括到後面的就是說 小姨姐姐到後面的小小黃 到後面的小李 也就是娜娜姐 然後一直就一路往前前奔 就是放棄了 其實從麗江南寧到昆明到麗江 又放棄了到向格里拉 他又放棄了緩回到麗江 又一路馬不停蹄了 就是keep on running 堅持走到我未知的大理古城的 這樣的一個生命價值的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 但是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並沒有人能夠做一個生命導師 告訴你說小姨你一定要怎麼樣 或者說你去投靠女性的話 我覺得也並不一定是一個完美的就是一個過程 導致在這個過程中我跟就是 比如說我跟小小黃在街上簽索的時候 就被就是成都的一位小姐姐抓包 那小姐姐就會就是後面就會跟我 慢慢慢慢成為一個有在進行後戲聯絡了 這樣的一個姐妹的情依嘛 所以就是像說一座城 對一個人一座城 所以在成都可能就是說 哎種下無形茶流 就是有種下一個種子嘛 然後在這之前 比如像在泉州西街的可憐 不是可憐的 是可憐你曾經也是種下一個種子 然後但是我想說這一切都漸行漸遠了 就是在當這一段朝聖之地走完之後 我越來越懷疑說 我是否再有能力或我是否再有這種就是 決定力說還有定力說會去住在閩南 比如像夏張前 夏門前桌或張桌的任何一個城市 我覺得好像我已經失去了這種 就是生命中的這種價值感 已經在那邊再也無力能住的下去 反而這種幾千三千多公里的前行 會讓我覺得說 我在這裡會重新 會有像一段生命的重生嘛 我作為一個情感創傷師 或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 我在這片就是藏族 或者白族的這種不同的文化裡面 小一作為一個六歲的女生 比較或者是更有可能 能跟社會中和平的共處 以社會和解 以自己的生命和解嘛 這是我的訴求 。